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普 接连遭拔官免职 官场大地震 冲击习近平政权 平面此时 曾传出多次内斗习近平 3月才卸任的 中国前国务总理李克强 突然心脏病发逝世 更起人一斗 李克强2013年 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却时常和习近平不同调 平面习近平上任后 将引往集体领导改为集权 仍然顶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硕博士学历 成为中共建国以来 最高学历总理的李克强 难以实践全校 李克强经济学被冷落难以实践 更沦为最右总理 改革开放式和人民的生活 和你们的幸福感 紧密相关是吧 是的 李克强生前曾多次表态 强调权利来自人民 暗批习近平大权卢懒 只不过随着习近平 在中共二杀期间 大量提拔亲信 让李克强的团派形同被团灭 同属团派的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更被嫁出秘墓室会场 让世界震惊 只不过就算失事 李克强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尤其疫情期间 中国封城经济惨叠 李克强反而升量上升 中国经济陷入谷底之际 李克强是否公告震主 和习近平互别苗头之下 洗礼内都和心结扶上台面 也让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蒙上疑云重重 3D新闻为您军报道